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嫂子 你不要怪杨哥 杨哥什么事都没做错 你闭嘴 嫂子 我和杨哥 都是情非得已 你勾引别人家老公 你还这么理直气壮 你妈妈怎么教你的 教你这么大 就是去给别人家当小三啊 去去去 有什么话回家 有你了是吗 董日芝 你说 怎么这么难听 妈 董日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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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董日芝 董日芝 你疯了 思悦 思悦 就这样 思悦 张静静 你让我看着 别跑 好 好 好 被人打了一把 你再被打回去 想干什么 你还算什么男人 有不然你跟我一类三连 好 好 好 思悦 思悦冷静一点 你没得不要打 冷静一点 让我干嘛 你先冷静一点 你先搞清楚怎么回事 刘洋 你为什么盗梢大吉芝 你还问她为什么干嘛 你必须跟这人道歉 男人说我不对 我道歉 我一心一对你 你怎么能做出这一种事呢 你对得起我吗 我什么都没做 你什么都没做 我原来说你什么都没做 那宝文杯是不是你做的的 还有那眉机是不是在做你的 你怎么这么推我的 这一万步 就算我振作什么了 你都不该把事情闹成这样 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搁 你要脸 你要脸你就不会做出这种事 我都说了我什么都没做 好了好了好了 你都不该把事情闹成这样 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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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脸你就不会做出这种事 别让芝芝总是担心 总是瞎想 然后咱们这个事就先翻篇了 行不行 芝芝 芝芝发不了天 你怎么这么清楚 你怎么没发过 我就不过当着离婚 你还来劲是吧 离婚 你为什么需要离婚 要你也是我天一名 要你离婚 你哭什么哭 再好久你试试 好了好了 好久 许律 快快 许律 走啊 咋呢 大师 你见到了 你见到了 就是那个实习车 就是那个实习车 你不是大家都趁你说算了吗 我已经跟她断了 那就好 我已经牺牲了我的情感 牺牲了小辈 会贵家庭了 你看看张志芝 还是把事情当成这个样子 那 也不能都怪芝芝吧 难道全怪我 那 人发生这样的事 肯定大家都有责任的 刘洋这么老实的 没想到来这么一处 我突然想到你说过那句话 哪个男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渣男 我不知道 有什么都不知道 我为了这个家 起早贪黑任劳人员 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 好了 别哭了 以我的经验啊 这种事情哭也没有用 让她发现一下也好 让她发现一下也好 怎么样 可是现在也没别人就咱俩 你跟我交个点 你跟那个女孩到底 我说过了 我跟她之间什么都没发生 那只只至于闹人家吗 我们之间互相送了一些小礼物 所以你心动了 你刘洋这种胆小有保守的性格 结果她今天的表现 以及你说她送的那些什么杯子啊 围巾这种小礼物 我觉得她俩就算有什么 应该也是刚开始 这不能开始 一点都不能有 作为一个在这方面还算有经验的人 我劝大家冷静下来 先好好想想以后该怎么办 而不是只顾着眼前生气 那你有什么高解 她很单纯 很善良 也很努力 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 所以不关我说什么 她都懂 和她在一起 我感觉很轻松 好像又回到了大学时代 那些无辱无虑的时光 可她再好 你不是也结婚了吗 作为已婚男人 我觉得我对得起这个家 为了供房供车养活女儿老婆 我每天起得比激早 睡得比驴晚 在单位里 配笑脸装松子 回家之后 还得听老婆发牢骚 我在单位里是云城 我回家还得隐藏 我唯一的错 就是我不是机器人 我累 我憋闷 是 你也是不容易 突然有一天 出现了一个人 在她面前你可以笑一笑 可以忘记办公室的那些斗争 忘记家里那些烦闷 一鸣 换成你你不心动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芝芝 你付出了这么多年 眼看刘洋就要熬出头 就要当主任了 你这个结果眼离婚 不是便宜那两人了吗 芝芝 不管你怎么选 我们两家人都支持你 你 我是不会和小薇在一起的 但是芝芝今天闹成这个样子 我真的跟她肉够不下去了 你不会真的想离婚吗 芝芝 你要想清楚 你自己到底想要一个 什么样的结果 到底想不想跟刘洋离婚 我们要是真的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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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薇怎么乱 所以我和芝芝是不会离婚的 不离婚 不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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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天天都有那么多人 来接我下课就好了 再见雨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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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芝 有事打给我 芝芝 回家之后 态度好点 吵吵吵吵吵吵 我闲上一个错误似的 好 乖的啊 走 走 来 宝贝 自己借过去玩